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博祥 在我們的故事3之沉默的年代裡面 我飾演的是林詠欣 那時候的文化 英文好的人可以到政府機關去工作 只有中文好的人難道就沒有前途嗎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故事1跟我們的故事2的話 故事3的話是絕對不能錯過的 跟李國王大哥和Marco對戲的時候 因為我想要幫新加坡做事 然後我認為英文好的人就是一個菁英 此時此刻我的爸爸收到了一張通知單 他看到 你居然給我偷偷的跑去做政府官員什麼等等之類的 然後他就很生氣 他就送了我一巴掌 然後那巴掌我們總共打了九巴掌 其實我進新加坡運氣蠻好的 第一部戲就跟了文芳姐一起合作 然後也透過文芳姐認識了李明順大哥 接下來就拍了梁志祥導演的電影 也就是認識了李國王 然後回哥 這些老大哥每一個人對戲的過程當中 還有給予很多的經驗的分享 很謝謝這些前輩們 然後也希望可以再跟他們合作 燒肉飯 Mauke Day 跟海南雞飯 聖陶沙 金沙 Malayan 新加坡的女生穿著都比較保守 都喜歡穿人字托 Broken是他們最喜歡的 新加坡的女生語言能力很強 所以他們很常在跟你對話的時候 會參加英文中文福建話 甚至還有廣東話 新加坡的女生的個子平均都偏小一點 印象很深刻的歌 就是我第一部戲在新加坡合作的 一個其中的演員 他每次都唱這首歌 叫做 台國 新加坡 印度西亞 他是覺得 新加坡是一個很多元化的國家 所以裡面有很多種人種 所以他每天在拍戲的時候 就在我旁邊一直哼著歌 以前有交過一任女朋友 那時候我都在新加坡工作 在電話上面有一次 有一個小小的爭執 於是我在今天工作結束之後 我就買了一張機票 飛回來台灣 安慰完他了以後 我就坐了凌晨的飛機 再飛回到新加坡 直接到現場去拍戲 跟我的媽媽說好了 因為我長期在國外工作 有時候其實愛在心裡口難開 刀子嘴作福心 他其實很想看到他的兒子回到家 但是他常常 就是說 好啊你們反正都不要回來 你們都不孝順 我想要跟我媽媽說 其實我會努力的 找時間回去陪你 有在學習 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圓滿 希望你不要擔心 希望被鋪倒還是鋪倒人家 如果我遇到喜歡的人事物 我會比較主動一點 單身十年還是十年 來一直分手 單身十年 每天都給你一千塊 還是一年給你三十五萬 每天都給我一千塊 你有一百八 模特兒還是一百五十 小芝麻 你有一百八十 模特兒 你走紅毯跌倒 還是瞬間胖十公斤 我走紅毯跌倒 禿頭還是難免皺 我兩個都不想 二選一 沒有 禿頭好了 因為公投也是一種造型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博翔 在這裡我們貫穿了彼此的生活 讓你我之間沒有距離 馬上下載 and play 就可以體驗 青馬港台四種精彩 和之間 我得到聖馬港台四種精彩 感谢观看